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农情农事播报台 我是主播林大米 今天节目头条是一位台湾农夫 跑去菲律宾吃福寿罗大餐的消息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在台湾没人爱没人吃的福寿罗 向来被视为农田的害虫 这位郊西农夫方子为 竟然趁着在菲律宾出差之便冒险一试 我们来听听他吃完之后的感想 请问你为什么要点福寿罗料理 福寿罗料理想象很久了 因为觉得其实我们当时台湾要进口 福寿罗进来其实都是为了要吃它嘛 那后来因为可能口感不是很好 所以就被到处的乱丢 那他就在台湾四处散播 造成变成水稻田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后来听到菲律宾朋友告诉我说 福寿罗在菲律宾其实是一道很著名的乡土菜 那很好吃 那我就说那我一定要吃看看啊 对它叫苦厚了 它的菲律宾话 K-U-H-O-L 苦厚了 然后这道菜它是用椰浆去把它炖煮 那其实做法有点像我们可能在炒一些三杯的这种概念 会先用姜啊 洋葱啊 一点辣椒 蒜头爆香之后 把那个已经烫过的螺肉 福寿罗丢进去到锅子里 快炒之后再倒椰浆进去 然后它好像会再加一点点的虾酱去提味 然后重点是你在吃的时候啊 有点像我们在吃那种蜂螺啊 或是说我们吃螺要牙签把肉拉出来 烧乳雷吗 欸烧乳雷还太小 OK 有像海鲜那种 呃可能一点白白黄黄的这种蜂螺这种 对啊那用牙签插出来 慢慢拉出来之后 把它的躯体拉出来 对 然后拉出来之后你会看到那个 我们印象中福寿罗的蛋是粉红色 福寿罗卵还在里面 对它的内脏的部分还有一点软在那里 太有心了 颜色 不过真的是 我觉得那最大吃的是一种一种 心理的障碍 你要克服这点 其实我的朋友 菲律宾朋友说这个好好吃 他们一直吃 然后我吃了几个确实是 一开始会挣扎 而且我是连 它的内脏全部吃掉 就是有点沙沙粉粉的 我就告诉我朋友说 这个有泥土的味道 可是他们在地里 都是把内脏不要吃拿掉 对那后来他跟我讲说 要把内脏拿掉 就吃前面那一段 那重点是要沾着它的那个椰浆的那个 sauce一起吃 因为椰浆它有浓郁的感觉 再加上它有虾酱的体味 那个咸咸这样子 然后其实那个浆一起吃下去的时候 其实还蛮顺口的 口感怎么样 口感其实有点像我们吃三杯 那个一些罗罐头罗肉 罐头罗肉比较软 那它有一点QQ的 它甚至多了一点点脆脆的感觉 对其实光之前那一段其实还好 没有特别的恐 就是那种恐怖的感觉 但是真的是后面的那一段内脏 要把它去掉 可是在菲律宾 福寿罗没有像在台湾一样 造成农民很大的困扰吗 老实说我觉得罗 应该都还是有一点点的 因为它毕竟什么都会吃 对只是我们的认知对罗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生物 在菲律宾那边 因为人习惯会把抓罗来吃 所以反过来在水田 你看到罗就会被 大部分被抓起来给你吃掉 对那当然它也有造成一些 如果你来不及抓 或是没有人去抓 它可能还是会 有可能在羊苗小的时候 把羊苗吃掉 也是有的状况 只是吃的人速度大于 他吃羊苗的速度 所以就造成这个伤害 少一点点这样子 所以你会有兴趣 开发台式热炒的 福寿罗料理吗 我们最近社群里面 在讨论就是说 希望我回来之后 也在村子里分享一下 在菲律宾的这个 农村交流经验之外 我们也来炒一下 这个福寿罗料理 那当然我有特别 把一些香料带回来 我觉得应该可以 炒一些稍微倒地一下 但重点是罗从哪里来 那很多人在网路上 就开始讲说 我们现在的环境 可能要很多 那这个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包含罗的寄生虫问题 这也是大家很担心的 但我相信就是 现在其实以我们宜兰 越来越多 友善种植的这个环境来讲 农药相对是越来 我们的农友的环境 是越来越少 这些化学的药剂 可是就以那个寄生虫的部分 可以用一些高温的方式 我相信料理的方式 可以处理这件事 甚至有想说 也许我们可以去找学校 去特别去检验一下 那个菌树是怎么样 至少克服了这一点 有这个检验报告 我相信应该可以克服 我们要吃服所有的心理障碍 对 到底是有多大的心理障碍 应该每个人都不一样 尤其在农民的心目中 对 好 我们非常期待 你们尽快地开发出来 这一道在游阿嬷驿站的服务 服务品项 是 那关于游阿嬷驿站 关于方子维 关于子维所做的事情 今天节目中陆陆续续 我们还会继续跟子维聊天 今天的农情农事播报台 福寿罗料理 特别报道 先到这边为止 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农村小旅行 绝对是交给行家 大家能够得到最棒的参考守则 我们邀请的是 音乐米工作室的负责人 方子维先生 他同时也是在 江西黄挂蚕 游阿嬷驿站 从一开始玩到现在 的最资深的顽童 我们欢迎子维 给我们推荐今天的农村小旅行 给我们介绍的内容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子维 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呢 在宜兰跟江西之间呢 有一个小村落 叫做黄挂蚕 那他就写成番 番薯的番没有草字头 割东西的割田 那番割田呢 黄挂蚕 他其实在台语呢 他如果懂台语 的人欢挂 有听过的话 其实在过去呢 有一个职称呢 在做交易 买卖翻译的这个角色 叫做欢挂 所以过去这一块田 有很多在跟原住民 跟汉人交易的一个场所 那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很可爱的 一个爱唱歌的仙女 她的阿嬷八十年的古厕呢 他把它营造成是一个 年轻人聚集的一个空间 在这里玩音乐 喜欢农业啊 音乐啊 手作的人在这里 让农村变得更有趣 那在这个村子里面 还有一个山河 愿一个百年聚落 然后一个大丁 就让大家可以去晒稻谷 然后同时 可以在里面找到 我们从清朝啊 日本啊 跟现代的一些 建筑的一些 比较的差别这样 那最重要是 如果小朋友 来到这个村子里面 当然 这个是个很开阔的环境 当然东奔西跑 然后你可以 东摸摸西摸摸一些香草 是在菜园里玩一些 找一些小动物 甚至我们很可爱的小猫咪 叫南瓜汤 然后在里面呢 也可以让小朋友很好动 就是跟他玩这样 那喜欢音乐的小朋友 可以来这里 然后跟我们的仙女一起 看的是玩乌克力力啊 或者是说吉他 然后一些乐器的演奏啊 学习怎么唱歌也可以 那到晚上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旁边刚好有一个 火车道经过 那过去有日本人来到我们村子里面呢 他就跟我们说 水田在晚上的时候 如果没有风的时候 它像一个镜子一样 如果月光导映在水田 这是那个 很棒的一个画面 那重点是火车也有灯光 它经过田交道的时候 它那个灯光导映在水田 很像日本 龙猫公车导映在水田的画面 所以其实大部分我们到农村 都是白天去的 到晚上 其实在农村寻宝那种感觉 尤其看 有这种很漂亮的夜景 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享受 对 所以有机会可以欢迎到 大家来到我们的 江西黄挂禅 有阿嬷一站这边呢 来听歌 来玩农村小旅行 推荐大家可以过夜 然后晚上来体会 你刚刚讲的 是 龙猫公车 龙猫公车 来找龙猫公车 出现在黄挂禅 对 我觉得在村子里面 感受那个风的吹 我们的村子里面的阿嬷很厉害 她跟我们讲说 你怎么样判断 明天会不会下雨 其实一个关键是 听火车的声音 为什么 它的濁度 如果空气里面的湿度 比较重的话 它其实就比较濁 就像重低音那种感觉 明天就会下雨 但如果今天很响亮呢 哥哥明天就是大太阳 对 哇 这是真的是古 就生活在这里 才可以体会到的一种 智慧 智慧 你自己试过吗 我自己有稍微分辨过 甚至是我们阿嬷哥的仙女 都会告诉我们说 火车来了 你猜猜看火车往北还是往南 其实真的听得出来 往北或往南 这些游戏根本就玩不玩啊 真的 但是重点是 你有机会来到这里感受 你才会知道 原来在地人是用这种方式 在享受自己的生活 大家记得关键字是 有阿嬷驿站 是 有阿嬷驿站 或者是 翻歌田 还挂残 对 谢谢紫薇 不会 待会还要听方紫薇 分享这几年 到底如何可以在农村 玩得那么开心 那么充实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青龙市集 台湾有4200多个农村社区 那么参加所谓农村再生的社区 就有2400多个 现在的农村再生 其实我们很常听到 它已经迈入了第二个阶段 像是农村再生2.0版本一样 很多人开始聊地方创生 其实它在诉求的是 都还是要发挥在地特质 把在地特质发挥到最大的 这个核心价值 就是所谓农村再生 或地方创生吗 其实这些名词 能不能搞清楚 连大米自己都觉得 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呢 今天节目中来了一位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一直在再生 一直在创生地方的年轻人 他是方紫薇 在FB上 他自己最近有一句话 他说 31岁了 我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份 到菲律宾 分享地方创生的经验 从台湾 宜兰出发 到日本 中国 还有菲律宾 未来 农夫还有更大的使命要实践 我们欢迎紫薇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是紫薇 不是说要用菲律宾 跟大家打招呼吗 麻布海 干文 打开呦 麻布海就是这样 Hello的意思 那干文 打开呦 它其实就是 大家好 对 它有受到一点西班牙文的影响 我知道紫薇语言天分还不错 所以像是台语吗 华语吗 英语吗 日文吗 现在走到哪都随便还可以学几句回来 打招呼这件事很重要 展示你的热情 就从宜兰 这从宜兰 江西 可是你其实不是江西的小孩 但你现在主要的生活 工作都是在江西 是 对 你是宜兰 欧洲人 是欧洲人 是欧洲人 我欧洲人 我小时你家庭 人家家庭 这么大 你家庭 我家庭 是这样 是 所以爸爸妈妈都是在地的宜兰人 是 没错 都是宜兰人 可是你今年31岁做的事情 在宜兰当地 包括 以娃麦驿站 我们都很熟悉的 包括刚刚农村小旅行 跟我们介绍 环卦蝉 这整个地方 你们在玩这些所谓的地方创生 对 这些名词你自己会怎么理解 我觉得那些名词 其实概念都差不多 就是让社区的每个居民 有更多的一些 跟他们活络起来 甚至是现在 可以让更多的村民 可以自己主动的 用自己的 可以做的事情去思考 他可以为这村子做什么 那其实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都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只是名词一直改来改去 那潮流不一样 可是重点是 我觉得 我们蛮相信一句话 我们怎么样用自己的专长 来回归家乡 然后来为我们的村子 或是我们的生活的地方 做一点改变 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学了 你看从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 学那么多学历的东西 不同的专长回到农村 怎么样去连结在农村里面 那这件事是每个人 重新回到农村的这些农村 都可以发挥很多专长 创意的地方 你讲农青 跟我们这个节目 青农世界on air 是讲青农 其实是同一个身份吗 其实前面颠倒 你喜欢自己发明 对不对 那也聊一下 最新完成的这个任务 就是你才刚从菲律宾回来 最近几天你去菲律宾做什么 其实菲律宾去是过去 因为在休闲农业这边做推广 所以我们回到东南亚去推广 到台湾旅游的时候 记得要到农村 或是到农场里面来旅游 那这一次一样也是受邀 到那边去推广 我们的台湾的休闲农业旅游 参加展览这段期间 当然也会有蛮多的游客在问说 台湾农村 或者说台湾的农场 尤其休闲农场这几年 在东南亚还蛮火红的 参加展览完之后 我也很好奇 菲律宾自己的农场的状况 因为他们其实还蛮常有人 来到台湾来休闲农场 就交流考察 那反过来他们也考察了几年了 他们菲律宾的农场的状况会怎样 所以我特别请朋友帮我安排 去一些比较指标性的农场里面 去做交流 也在那边做了一些分享 所以你在那边做的分享 主要也是以自己 在宜兰当地的实践的 这个经验的分享了 对 我当时有介绍一点 台湾的整体的农业的状况 那加上自己 从可能从日本回来 有去一起大陆这边 然后在国际的一些经验之后 自己怎么样实作这个经验 然后包含我们怎么让 自己的村子变得更有趣 更活络 重要其实我们也希望 更多年轻人会觉得 农村是好玩的 甚至未来会回到农村里面去生活 其实跟菲律宾来讲 我们大家目标都一样 只是我们的发展阶段 比较不一样 那菲律宾比我们 现代化慢了一些 但是他们着重在 生产的这个比例 其实相对我们来讲 比例更高 更在乎生产 可是你指的目标 一样指的是什么 我们都希望年轻人 回到农村 延续农业延续土地 可是方法不太一样 那我们的社会发展阶段 比较早一点 我们都市化程度 比较高一些 所以我们可能在产销面 销售行销包装 这一边游层体验这边 我们的深入服务这些 比他们来讲是 我们更完整一些 那但是他们在 着重在生产的部分 例如说 他们都也是有机农业 那怎么样让 种植这件事情 可以量更多 然后让人家可以轻易的 可以从生活中 种植更多东西 这个部分是他们 比我们比例更高的 你指的是 他们对于有机农业 这方面的发展 已经非常重视 也比较大量了吗 菲律宾现在他们所谓的生态农场在推广的 其实他怎么样从种子放到血盘 然后长出来怎么样移植 甚至是养鸡啊 兔子啊 这些粪便怎么样做成堆肥 这件事情都是我们现在返回到农村 要做农事生产 重新学习的时候 他们已经做得很完整 甚至是也变成是体验的活动内容之一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哇 这部分其实让我很惊艳的是 我们很着重在休闲服务品质这一段 可是农事生产面 我们可以再加强重新回来这里 让游客来到农场 也会觉得说 生产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些细节 那其实菲律宾他们也有这么做了 他们很扎实在生产那一块 从基本做起 是 所以在菲律宾几天下来 你自己的个人的收获有些什么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其实我们台湾吃的饭很好吃 但是我们常常会说 日本的饭更好吃 对 但老实讲我们的饭也没有不好吃 只是我们的处理方式 洗衣米方式 烹煮方式 拌的方式 用什么煮法 对也是有差 可是到了东南亚到菲律宾吃的时候 会觉得 那味 那味都黏黏 粉粉这样子 真的口感差很多 甚至他们可能还要水煮 煮完之后沥干 然后沥沥分明 对 这个让我觉得一开始有点 会觉得 不太一样 不习惯了 可是后来觉得 其实慢慢嚼每个地方的都有不同的吃法 反而菲律宾有时候会觉得吃我们这种QQ的米 他觉得不习惯 那时候特别感觉台湾米好好吃哦 台湾米真的不错吃 真的 然后我从因为特别请朋友安排 我们从城市玛尼拉 然后到了东南方三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农村这边去 这样 这沿路的景色 就让我很惊讶的是 我们的农村其实 要看到一望无际都是绿意 没有特多的杂物的这个视觉 这个农村风景 其实那边好多 对 那反过来会觉得 哇 我们农村的环境 这样子让人家很舒服 也许说它是热带的地区 所以树高高低低 杂草蛮多的 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水牛在旁边吃草什么的 那我觉得那画面很棒 就是它至少都是绿意的 尤其水田 然后加上夕阳 这样导映下来之后 那个感觉 根本国家地理频道的那个画面出现啊 然后沿路上也有蛮多农民 会把自己的一些农产品就在路边贩售 就有点像我们路边也会有 但是整个风情不一样 就是小木造的一小空间 然后一些热带水果啊 蔬果就摆在那里 沿路叫卖这样子 对 所以这种印象也让我觉得 其实就是农村该有的一些风景 每个国家不一样 但是去的时候 农村是每个国家里最独特的一个地方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经济发展 城市其实最后长得都差不多 都是高楼大厦嘛 便利捷运啊 都是这方向 可是农村的地景基本上不太会改变 除非你有很多过渡的一些人造的景象 但是每个地区的这种景象 人会在那里生活的方式吃了什么东西 他的就算他的腌制品在这种路边的展售的价值上呈现方式又不一样 因为作物不一样 手法不一样 然后他的贩卖方式又不一样 对反过来我觉得是在人物在地生活最好的一个方式 紫薇是中正大学行销管理研究所毕业 可是你的身份从学生结束这个身份之后 接下来其实你到过澳洲游学 那回来台湾做刚刚所谓的休闲农业的这方面工作 最近几年又切换很直接的进入到农村里面 当一个农夫的角色 所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就是以你以农为生的这几年 你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跟环境的变化 好我2015到2016从日本回来 那当2012在那个澳洲 从16年开始算计的话 其实从日本这个农村里面跟农民一起生活一整年的 然后回来其实脑中有好多很想玩的一些活动 或者说一些农业的实践方式这样 所以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开始觉得 为什么农村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 这明明就很有趣啊 对 所以就开始写了一些计划 然后就提 那刚好也很幸运就是获选 然后就是开始有一笔经费 可以在农村做一些实践的一些活动 那2017年开始要执行一整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当时跟文化部提了一个 世界农村网挂产的这个计划 那目标是觉得 我们其实生活中已经很多的外国人在我们身边 尤其自己从外国人回来 不管网络上都有蛮多外国朋友的 大家常常会问说台湾在哪里 或是台湾做事 台湾有什么特别的 那时候会让我一直思考我们台湾有什么特别 再加上自己其实对农业或是农村话也很有兴趣的时候 就会一直跟他们介绍 其实农村是有趣的 那接着他们就想说来台湾当然要去农村啊 就来了 然后就邀请他们到我们村子里面 然后跟我们一起生活 那从刚刚说有音乐 有农业有农业有一些手作那吃什么 我甚至也带他们去逛菜市场然后再买一些东西回来料理 甚至煮了一些料理之后送到在地的农友的阿晋家 然后阿晋也很兴奋 然后我们也邀请一些小朋友学校 然后也到农村里面然后去跟我们办一些手作的活动一起玩 然后当然我们的这个世界农村网挂产其实最主要那个初衷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地方创生的概念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例如说原本村子里面的人住在这里生活那么久了 他每天看那个东西就是觉得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有什么特别 可是外国人第一次来到这里他会觉得这地方是很新鲜的 那种感受好像就是我去到澳洲我去日本什么都是新鲜的 因为我体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邀请他们来 反而会让我们找到说我们自己村子里有很多可能国际的一些亮点 因为他们觉得有趣 例如一开始有提到我们的村子里面的水田有火车倒映之后变龙猫公车这个意象 这是日本人告诉我们的 对那之前也有一个美国人然后村子告诉我们说 呃我们的水田一望无际 那月光倒映下来之后是他环游半个世界里面在宜兰才看到 然后哇原来人家环游半个世界才在宜兰看到 然后还有很有趣的是呃我们有一个法国的朋友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绕村子里面 刚好看到我们的阿姑他们在做腊肉香肠 然后就跟他介绍之后他瞬间就蹦出了一大堆的法文 我吓到 你的阿姑啊 对村子里面的不管谁我们都叫阿姑 阿公阿嬷都是这样跟着叫 我吓到为什么阿姑会讲那么多法文 才知道说原来阿姑曾经在非洲当农季的这种祭司 哦 对然后哇 我反而从外国人的这个媒介然后认识到阿姑有这样的一个专场 嗯 那也有另外一个阿姑因为日本人来之后跟他跟我们讲说他曾经跑过日本上船 什么哦哈佑 这些他都还是记得啦 对所以觉得透过外国人 然后可以让我们村子里面的长辈有更多 我们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 有时候再透过我们小朋友带进来 因为我觉得长辈很喜欢小朋友 其实我们自己都很喜欢小朋友了 嗯 对小朋友来到村子里面不管都某某西某某问一些问题 长辈大人都会试着还是要回答他 那在这互动过程中其实会让我们比较 会觉得都是希望会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的负面 农村都没有年轻人那种感觉这样 对所以我们试着从不同的角度让农村可以活起来 那当然我们也邀请我们阿金教我们做一些手作 像我们今天在讲说要做黑酱油 酱油不都黑的吗 对是没错 不过去日本有白酱油哦 哦 有黑酱油 那当然豆子不太一样 还有那个处理的工法 只是阿金跟我们讲说你要找宜兰在地四粒来 四粒状 就是我们自己在地宜兰生产比较小颗的黑豆 那用这种方法他做出来会更好吃 对所以就开始讲 哦原来品种可以要找到在地的 但是上去谁有 啊不然自己种好了 还是说要找哪个农友资源 就有更多的话题 我们今天讲了将近一个小时都要聊酱油 对 大家大概现在正在听节目的 同样可能30岁左右的朋友 大概很难想象 你跟方子薇聊天 会聊到很多酱油啊 茶花粿啊 农村的古早味的东西 而且是真正在可以跟阿恩 阿伯 阿姑 可以聊的 可以一起做的 我那一次跟着子薇 你们有阿妈驿站的导览 我就真的看到 我们就像一个观光客一样 然后听着子薇导览 可是呢 村子里随时都会冒出 老人家或者长辈 然后每一个真的都是阿姑阿恩 叫起来都像亲戚一样 是真的 这种如果你对农村有过向往 对于农家生活会觉得 好像就有一种人情味 亲和地的东西的彻底实践 我觉得找到子薇 就完全可以知道 那是什么样的滋味 阿妈驿 黑龙一气的 心口鬼 在黑的社会 阿妈驿 你若买呦 乖孙 缓门 我驾向前冲 滴滴嘴 阿妈给你哭 尽量嘴 三等 阿妈嘴 哭哭嘴 我会听来 小小 乖孙买嘴 阿妈的老出 阿妈坏 他会放心底 阿妈的老出 有鼓声 有农村 社会 无忧 头前有 头前有 大间的公层 旁边 又担 阿姑 阿妈的老出 都无哭 在晚安来是影响 你问过好点 后悔有悲痛 卡带 又唱之舞 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 由阿嬷义战 仙女所创作的歌 阿嬷的老厨 阿嬷的老厨 有孤殊 有农产社会 无悠 头前有中定 大间的公团 比较高 不过你刚刚提到的 世界农村环卦蝉 光是这个名字 我也是非常有兴趣 环卦蝉把它 做成一个世界农村的 能够吸引这么多 世界各地的人来 而且你拿到了 是不是青年村落计划 就是这个计划 今年有另外一个计划 正在执行 所以拿到计划 去执行 这些都是 对于有心 想要在农村里面 创生 想要做这些事情 的人来讲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团队的执行力 怎么会这么强 你自己觉得 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 可能我们都觉得 做就对了 为什么要想那么多 有时候 其实我们想很多都是 后来最后 因为你可能杂讯又来 又被谁叫去做什么 或者是什么 又想做了 最后你就没做这件事 那我们就想做 既然我们想做 我们就在这个时间之内 赶快找一些东西 来让自己有机会 可以延续想做的事情 但是自己要控制 不要什么都想做 对那 刚好伙伴 就还蛮有执行力 再加上也蛮有创意的 然后加上大家都 其实很热衷于农村事务 都觉得我们可以 做一点什么事情 所以每次办活动 都会有志工伙伴来帮忙 对然后 同样是在地的年轻人吗 大部分都是这个村子周边 或是同学啊 亲戚啊 然后也有一些远亲 在台北会特别回来 这样子 对所以 我觉得农村只是一个 媒介让大家 离聚在这个地方 可是重点是我们 怎么样生活在这里 让大家觉得 其实年轻人可以 有无限的创意可以发挥 而且可以用自己 真的有喜欢的事情 那用自己的专场 然后让自己 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那这样活得有意思 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要那么压抑 这样子 能够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还活下来 对 这个才是最难的 我觉得 尤其是青年返乡 我们也都知道 执行面 遇到的技术的问题 大家沟通上的问题 资金的问题 土地取得 比如说你务农 你的土地取得 这些等等 那就你自己 你们的运作下来 你比较常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这几年 其实尝试先用古法的方式 让自己重新经验 过去阿公小时候生活 这种农法的方式 所以这几年 还是用手隔 隔道 插秧 大部分没有借用 什么太多的机器 那但是有了一年两年 三年 这样的经验之后 开始觉得我们还是真的要 擅用这些工具 那机具等等的 然后才可以 让自己的面积会大一些 但后来想一想 其实这个方式 大家都这么做了 所有反向器 都是在从这个角度 在思考 那反过来 我们自己有什么优势 我们自己有什么专长 有什么特点 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的地 给我们自己种 反过来 如果我自己有 之前的休闲农业 这些经验 这些国际的经验 那我又希望让更多年轻人 觉得农业是有趣的 所以后来就想一想 我应该要从 食农教育的角度 让大家从这个农业的细节里面 也许农耕它就是好玩的 可是怎么样变好玩 我让它变有趣 我们自己要先去观察 然后去设计一些教案 然后再去学校 或者是办活动 让大家有机会去经验 所以反过来 这件事应该是 我要重心在这个地方 去努力的 那生产很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要延续 这个生产的经验之后 把这些细节额外的 把它变成是活动型 去分享 因为过去 不管是农事的 这些体验 我们去协助 或是看大部分农友 在努力的这个方向 其实很认真的 发现一些问题是 你要真的认真种 你其实很难认真卖 你要很认真的 在办一些体验活动 你就很难认真的在种 反过来 其实大家要专业分工 在自己的专厂的领域里面 你才可以做得更好 这个东西在 企业界 产业界 本来就这么做专业分工 那农业其实也可以这么做 可是后来又 在思考说 我们这个资本主义之下 你过去我们水稻的 这个产业里面 我们现在大部分 会仰赖农机具 所以大部分的资源 可能累积在农机具的 这个产业上面 可是 我们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 让我们自己 从生活里面跟农业 我们都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 所以手工这件事还是做 但是农工具 我们有没有更小型的农工具 农机具 其实有 日本就好多了 那我们台湾也在 重新在思考 农机具小型 到底在哪里 甚至学校也在想要研发 可是我觉得 小型农机具 才是更友善 我们这些小农 正在做的 这些农室的部分 紫薇你常会用好玩来讲 这也真的代表 真的自己就还是个孩子 可是做的事情 是真的还是能让自己活下来 那这种好玩 你会不会感觉得到 其实它也是很困难的地方 怎么把事情变好玩 我觉得会一直强调它好玩是因为 我在日本那段农村的生活里面就看到 他们很重视食农教育 亲子的教育等等 所以当你父母在带小朋友的时候 不管任何 你就算玩一张纸 你玩得很好玩 小朋友都会觉得它好好玩 它也要玩 所以借由这件事情 让小朋友觉得这件事是好有趣的 那反过来我们到农室里面去做农物的时候 虽然要晒太阳啊 然后要流很多汗啊 可是如果你大人自己都觉得好玩 你赶快跟他分享 你赶快看有什么虫 赶快你闻这味道 你摸摸这软软的 他就会赶快过来去试一下 只要这经验慢慢的 他不要排斥会累积起来 记得去年跟子维聊到 你从日本农村建学分享的那一次 你特别提到 你是带着问题去日本找答案的 你那时候说 你想要多了解一些关于农地农用 一些农村文化传承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好认真做功课 好认真在准备 然后回来之后也是充满热情 想多去实践实现的人 虽然只是短短过了一年 我只是很好奇 你接下来因为一年的时间 你有没有心里又发生了另外的问题 你还是觉得有机会你想去找答案 有的 就是刚刚有提到从2016回来 然后2017在实践这个 实践农村文化传计划 然后接着呢 现在2018年其实有提了另外一个新的计划 想要在我小时候长大的南管市场 我们整成他叫宜兰整个市场这边 然后来推一些跟实农交易有关的活动 那这个最主要体悟是觉得 我们其实过去会希望更多年轻人 或是说小孩回到农村 有一些农事的生活的经验 然后所以把小朋友带到农场去 或是到农村去 那后来又想一想 大部分我们小时候都被送到城市去生活了 对 所以我们大部分对熟悉的 其实城市的这些 买去哪里买东西 要去哪里玩 这些经验 但是偏偏菜市场都在城市里面 对 菜市场也刚好又是我长大的地方 这边所有的农产品 最后其实最直接就是来到这个地方贩售 它其实最直接就是农产只卖所了 对 那来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让大家进到菜市场 觉得它是 菜市场也好玩 因为菜市场同样也遇到一个状况是 我们大部分年轻人也不太去菜市场了 我们可能直接去超市啊 便利商店 就是解决了自己食物的这个部分 可是菜市场 后来也发现我们大部分年轻人 其实小时候都有跟爸爸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的经验 对 那这个经验其实大家会觉得很美好 只是现在有时候要回去菜市场买菜 突然不知道要怎么买 要怎么进去 对 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觉得我应该要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带领更多年轻人 可是小孩 我们回到菜市场里面去 让这个地方的文化延续下去 同时在这里学到跟农业有关的食农教育 这样子 这是你接下来很想做的事情 是 对 那所以有特别希望如果学校老师对菜市场有兴趣的 那当然欢迎可以来找我们 可以带大家一起来逛菜市场 那当然除了说这些生鲜的食品之外 重点是这边的生活 这边的职人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他的家族也在这里延续 不管是金钻 磨刀 鸡鸭鱼肉 甚至青草 甚至我们上面还有一间庙 对 那个地方跟我们生活的信仰中心 卖个关子 有机会 大家真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宜兰市场来逛菜市场 我都听说了 老外逛市场 这也是你做的有声有色的活动 原来你是在地市场来 在市场来面的孩子 真的当然该跟你去玩啊 所以连我自己住在宜兰都还没有订到这件事情 要预约 所以大家别忘了 如果今天节目过后 对于子惟在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有机会一定要去找他 那么只要搜寻 音乐米 音乐米 你的甜多大 不好意思 目前只有一分 是不是 一分定 轮不到我们吃 不过那很重要 是一个实践的开始 好的 非常谢谢子惟来 音乐米 还有这个 关于南管市场 就是逛市集的这件事情 是今年度密集在进行中的 是也希望大家一起支持 谢谢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今天要去哪里找农夫买菜呢 不用 今天让家里的主厨休息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到餐厅吃饭 投环境一票 投农夫一票 这种餐厅越来越多了 他们的共同特色就是 习食 珍习食物 第二叫做Q-SHIT 很多阿嬷都会教唇 烂哦 吃东西就要Q-SHIT 不肯透嘴 不要浪费 所以这些 习食餐厅 会选用在地食材 善家利用食材 不造成浪费 还有 使用格外品 也就是那些 不好看 但一样好吃的农产品 例如台北有一家店 叫做大树下 大厨家 老板娘林立元 目前仍在抗癌中 她就很关心 料理方式 对健康的影响 所以她使用友善食材 和格外品制作餐点 而且采用全食料理 像她的招牌餐 南瓜蛋饼 就是用连皮带子的 整颗南瓜一同打碎 她说这样 既能够吃到南瓜的 全部营养 也能够达到零厨余的目标 台湾像这样的绿色餐厅 越来越多了 除了提供美味餐点 也成为环境教育的基地 可以教导消费者 认识从产地到餐桌的食材 食物 有兴趣的话 只要搜寻关键字 席食餐厅 珍惜食物的餐厅 就能够找到 距离自己最近的一间 晚餐就有着落咯 感谢你收听 今天的青农世界on air节目 如果你想听到 更多农村故事 可以在网路上搜寻 米米之音 倒米的米 米米之音 就可以听到了 下个礼拜一 傍晚五点二十分 再见咯 拜拜